丟給AI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敘述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 怎麼樣讓AI知道你的問題 所以我的寫法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第一個敘述一定是 請幫我寫一個Excel的公式 跟他講說你的需求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要告訴他哪個儲存格位置 比如說我的資料在哪個儲存格 在B3這個儲存格 然後我的需求是 幫我產生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裡面的話 就是每100筆幫我產生一個信號 不用跟他講說輸出到C3 因為將來你公式貼上就OK了 所以我已經寫好的一個大概的公式 我是把它放在講義裡面 那你們可以從雲端講義裡面 剛剛提到這邊 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檔案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其實就這一個 然後我有把我的問題先丟一遍 當然這邊底下已經有個結果了 問題是 大概我的想法 比較簡單的跟他敘述一下 請幫我撰寫Excel的公式 他大概就知道一下 然後我的問題就是 就是將B4 這邊是B3 那可以改一下 所以你在把問題丟給他的時候 我一般會這樣 把那個瀏覽器稍微縮小一下 就是浮動在上面一下 這樣浮在上面 就是你要問問題說 這樣移到這邊來 請幫我把B3儲存格 這個B3才對 就是這個應該改B3 B3儲存格的銷售量 這個是銷售量 然後158就是裡面的資料 所以跟他講一下 這裡面是放什麼東西 然後呢 後面的敘述就是 你的需求是每100筆有沒有 這個輸出一顆心 那你不用寫那麼瑣碎 你就把這個問題 直接把它輸入到哪裡呢 直接輸入到這個ChargeBT上面 當然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對話 這邊有個新的交談有沒有 按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把問題 把它直接貼到這邊 好 試試看好了 其實我也不確定說 他有沒有那麼聰明 其實說真的 你即便問一個很突然 老師也不見得說 可以幫你把B3儲存格寫出來 但是我看一下ChargeBT有沒有很厲害 他說當然可以 有沒有 還很 而且他底下 就馬上把公式寫出來之後 他還沒有很隨便 他還跟你講說 這個公式的解釋如下 有沒有 他還跟你講說 REPT星號有沒有 然後後面 REPT這個函數呢 是用來重複一個 自串指定的次數 好清楚喔 然後呢 這裡用這個INT 是指的是星號的數量 這個INT他有沒有解釋啊 INT其實是 有啦 他說是取整數部分 也就是說呢 原來158除以100應該是1.58 可是1.5 沒有那個1.58顆星的 所以他加了INT 意思就是說我取整數部分 所以1.58的整數就是1嘛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1顆星 他其實應該都對啦 OK 然後底下的話就解釋完了 有那麼厲害嗎 接下來你只要會一個動作 有沒有看到 我們要複製程式碼 按一下 這樣子 以複製 我應該會吧 這個我不用多做解釋啦 OK 那按一下吧 這個應該很簡單 然後呢 再來很簡單 貼上應該會吧 直接在這邊怎麼樣 這邊 或者這邊都可以啦 我習慣在上面叫資料編輯頁 把它按右鍵貼上 或者是Ctrl V也可以啦 貼上 貼上怎麼沒有 有啦 有的時候呢 因為他有換行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底下的換行 把它back一下 這樣就有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打勾就是把這個公式輸入看看 如果得到的結果對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了 一顆星嘛 不過啦 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向下填滿 答案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對耶 所以我說很多老師沒 可能沒課教了 直接就有了嘛 對不對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比較簡單啦 所以說真的 這個是我剛剛舉的三個問題裡面 最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只有用REPT啦 OK 不過INT其實不用也沒關係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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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